这是一个提高你胆量的频道 建议在晚上观看 准备好了吗 关灯 钻进被子 开始吧 保安的困扰 这段视频由Max发送 主角是墨西哥保安 弗朗西斯科·欧赫达 在一个值班的夜晚 他遭遇到了极大的困扰 他在一家机构工作 并表示自己以前从未遇到过这些奇怪的事件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显然噪音是造成他困扰的原因 当他进入洗手间时 他发现了更多异常 一张惨白的脸从拐角处探出来 似乎在看着弗朗西斯科 这是否与超自然现象有关呢 是否是他导致了现场出现的许多奇怪声音 如果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 也许那只是一个同事 也许那只是一个同事 或者是某种动物吧 地下室 在TikTok上 一名叫马歇尔的男子向他的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说早上他刚将女儿送到学校巴士上 回到屋里就听到某个地方传来奇怪的声音 尽管他是一个人在家 他刚一说完 就可以清楚地听到来自地下室的噪音 听听这段诡异的声音 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只是把我的女儿打过来 然后我来到你 没有人是来的 然后我听到什么 在我们的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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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她看她 在屋里 正如你刚刚听到的 马歇尔的房子里显然有某人或某物在制造这些声音 但具体是什么没人能确定 这至少让人觉得相当诡异 在发布的第二段视频中 可以看到马歇尔再次对地下室的声音做出来反应 但这次发生了一些相当有趣的事情 马歇尔一靠近地下室门 敲击声就立刻停止了 就好像制造噪音的人知道马歇尔就在附近 不想被发现一样 马歇尔还在其中一个视频的描述中提到 他住在一个老墓地附近 并认为这所房子可能被某个亡魂缠绕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释 你们觉得马歇尔的地下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认为那里是有不速之客 或者是一个聪明的超自然生物在作祟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附近一看他看到了这个 由于光线不足 很难看清到底看到了什么 但经过一些编辑处理后 可以明显看出有东西出现了 就好像远处有一个人或什么东西穿着白衣服 阿曼达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他把视频分享到网上后 立即有人评论说 他们也看到了那个白色的人影 你有没有看到白色的人影呢 一起来看看这位超自然调查员的故事 他在YouTube频道上 发布自己探索一些诡异地点的视频 2024年6月 他在这个频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博主前往俄亥俄州的一片树林 在那里 他发现了一条奇怪的诡计 忍不住要去探索一番 这段将近一个小时的视频 充满了氛围感和恐惧感 我们看着他慢慢穿过树林 整个过程令人毛骨悚然 尤其是在午夜时分 然而 直到大约30秒处 才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在这之前 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吓人的事情 What is on my face Yeah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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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p Yup I gotta get down I can'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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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见 树林间出现了两只发光的眼睛 似乎在注视着博主 然后大约两分钟之后 他又遇到了另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 一起来看看 I think I'm going to stick up the field and walk up the road It's going to be harder It's cooler out here I get more of a break More of a break What is that? I don't know it looks like a person man but no person stop I need a person I need a person It just keeps getting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stop I can't run Somebody drive by somebody drive by 可以看到一个阴影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中 但幸运的是他摆脱了这个不明物体 并最终安全离开了该区域 显然如果他不那么机制秉捷 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 我们只希望 如果他决定再次回到这片森林探险 千万不要选在午夜时分 这段可怕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拍摄于2020年1月24日 俄克拉和马州的一名州警杰西格雷格里 正在高速公路边进行例行交通检查 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走到车子旁边开始与司机交谈 但随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一辆失控的SUV突然不知从何处冲出 撞上了停着的警车的左后部 将警官甩到了草地上 警官起身 亮腔着回到自己的警车旁说 我刚被车撞了 呼叫急救 尽管这次撞车事故 看起来十分可怕 但警官和所有相关人员 都只受了轻伤 一家名为金鱼的新闻机构 采访了警官杰西格雷格里 他说 我当时没听到刹车声或任何声响 我只记得自己在空中飞 我的手臂有些肿胀 手上还有紫色的淤青 格雷格里能活下来 并且只是受到轻伤 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想象一下 如果他在停车时 站在车的另一边 会发生什么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以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 司机为何会失控 这是意外还是故意为之